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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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ie 最近在網上經常看到人家看 一帶一路 和馬來西亞有什麼關係 一帶一路由雲南高鐵 直接接到新加坡 你會看到高鐵帶來的效應 每一個高鐵帶來的效應 無論是絲綢之路 貿易、旅遊 會帶動整個 東南亞 亞洲的整個經濟發展 你會看到一帶一路 其實是我們 中國的主席市晶片 他帶動出來的 主要是把東南亞 和亞洲 除了一帶一路 你會聽到亞土行 亞洲投資銀行 建設銀行 這些國家做建設 以及基建 很快就會做好 Angie 原來一帶一路是這樣的意思 我明白了 看來馬來西亞 真的有很多新發展 大家好 大家聽了這麼久 如果好像我這樣流口水 記得來8月8日 8月9日的馬來西亞物業展銷會 地點將會在香港銅鑼灣 時間是上午11點至下午7點 400萬就可以在西九龍買層樓 你又怎可以不來呢 約定你了